大家好,我是尔柴 这个视频和各位分享一下WordPress的两个产品 一个是.com,一个是.org 这是两个网址,它代表的是两个产品 一家公司的两个产品 一个是.com产品,一个是.org产品 两个都是免费的 但是他们俩有本质的不同 我接触WordPress已经很多年了 在期间大部分同学或者网友咨询我的都是.org的产品 这个比较多一些 还有一部分同学是接触WordPress.com的 一般接触这个产品的同学都是小白或者是刚入门的同学 我估计还有很多同学都搞不清楚他用的是哪个产品 因为这是同一家公司的两个产品 先说这两个产品有什么主要的区别 这个.org的产品是从它的官网下载一个WordPress的压缩包 然后我们需要购买一个域名 还需要购买一个主机 我们需要手动把这个ZIP这个压缩包上传到主机上并且解压缩 然后还要购买一个域名或者使用主机附送的临时域名 最好是正式域名 通过正式域名访问 安装这个程序 因为这个ZIP解开之后是一段安装程序 那.com呢 我们只需要输入wordpress.com这个网址 会打开一个网站 它这里面有一个注册 注册之后就可以使用了 它里面有一个主机 是免费的主机 它也附送一个免费的域名 这两个程序都是免费的 但是域名是需要花钱的 正式域名是需要花钱的 主机是需要花钱的 这个主机的价格呢 以setground为例 第一年是比较便宜的 第二年的续费 大概在1000元左右 第一年会便宜 但是以后每年的续费 差不多是这个价格 域名是100块钱 这些都是人民币 我们对比着说 Dialcom的产品 它会送一个主机 但是这个送的主机是比较偏弱的 而且有很多功能限制 我们可以使用这个免费的 二级域名或者临时域名 然后再使用它的免费主机 来开始搭建我的price网站 这个方案 这个产品对于新手入门的同学来说 是比较方便的 Dialorg这个产品 对于一般新手 小白同学来说 门槛是有点高的 限制也是比较多 上手没那么容易 上手没那么容易 对于小白同学来说